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一位足球区的up主 平时喜欢做做视频,聊聊球 定期直播解说中国流氧球员的比赛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看我简介进Q群,了解直播排程 如果我告诉你有这么一位天才球员 他四岁开始练球 七岁进入鲁能足校 并在各级梯队中也一直都是佼佼者 13岁时参加U15联赛还拿到了最佳射手 15岁时前往西班牙流氧 曾在西班牙的青少年比赛中 单赛季收获23球14助攻的力天表现 那么你认为现在的他应该要达到什么高度 才算是符合预期呢 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天才球员叫旭旭 出生于1998年 他曾在10年前的互联网上爆火过一段时间 由于在场上的位置和梅西一样 因此人送外号小梅西 当时大家都惊讶于他的天赋 并且他身上的很多特质 都符合大众的期望 在努能足校时 叙叙的天赋就得到了认可 时任努能足校总教练的巴伯萨说 叙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天赋最好的孩子 所以在当时有不少人坚信 叙叙只要早点去欧洲踢球 未来定会立足五大联赛 刚好叙叙也是这么想的 大丈夫身居天地间 岂能郁郁久居人下 所以2013年 15岁的叙叙就和他父亲拒绝了多家国内俱乐部的邀请 前往西班牙开启了自费流洋之旅 说起来叙叙的父亲和张玉玲的父亲还是挺相似的 都是不差钱的商人 所以能亲近所有来支持孩子追梦 因此在2013年的西班牙之行中 叙叙父子俩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加盟拉玛西亚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视讯后 叙叙并未能留在拉玛西亚 对此叙叙的父亲显然是有点不服气的 他在采访中说 感觉巴萨U17区队的那些球员都很一般 没有几个比我孩子好 在随后的几年中 叙叙先后在科内米亚 西班牙人和格拉纳达的青年队效力 2015年 叙叙还和同在西班牙刘阳的高天义 一起加入了知名足坛大V 董路老师组建的启航足球队 在当地参加比赛 得益于董路老师的宣传 叙叙在互联网上的人气再度被拉高 总的来说 叙叙在西班牙刘阳时的表现 还算是很不错的 他在加泰地区的青少年赛事中 多次贡献进球和助攻 而和西班牙人的签约 让他成为了第一位加盟西班牙人的中国球员 只不过叙叙遇到了大多数足球小天才们 都会遇到的那道坎 在2017年 19岁的叙叙回国加盟 从庆立番 半年后转头陕西长安竞技 应待之后的五年都在西北郎效力 只不过五年间 叙叙各项赛事仅仅只出场了31次 且没有进球和助攻 已经和之前大中的期待相去深远 在2022年5月 叙叙宣布挂学刻意 为自己的图球故事 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时的他只有24岁 不知道对于叙叙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我弹幕区各书几件 对了 叙叙的弟弟徐天泽 出生于2008年 目前也正在西班牙流洋 也许这位弟弟将继承哥哥的梦想 完成了未经的事业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